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本节课程 我是小布老师 本节课程我们来讲一下item的持久化存储 item的话也就是在我们的帕杀树里面处理的得到这个item结果 这里是指item的一个结果 持久化存储的话是指将item暂时不做处理 存入到我们的redis数据库里面去 也就是我们上节课程介绍的一个pipeline square p redis它提供一个pipeline 它可以直接将item直接存储到我们的redis数据库里面去 那接下来转到桌面 继续打开我们的分布式爬存的项目代码 来学习redis里面的pipeline文件 好,现在已经切回到了桌面上 那桌面上我这边开了三个端口 第一个是我们的redis服务 这是必须的 而且是超级管理员权限 这是第一个 我先缩小 这个我们不用管 第二个的话 也就是我们之前介绍的redis的一个可实化工具 redis desktop manager 这个是管理数据的 一会方便查看数据 那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的分布式爬存的代码部分 代码部分 这边开了三个端口 一个是anjol 一会我们使用这个爬存 来测试我们的sqlp redis里面的pipeline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也就是添加任务 添加到我们的redis key里面去 第三个也是pipeline pipeline这里也是配合add task 添加任务的 好,那首先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没有sqlp redis里面的pipeline的一个程序 也就是我们默认的现阶段代码的一个过程 首先是我们要使用anjol anjol的话 它是redis key的话 它是anjol urls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把这个写到pipeline里面去 把它更改一下 把它更改更改好之后来执行 让它添加我们的任务 head task 再来刷新一下 目前还是没有的 好,这边已经添加完了 来看一下它有多少个数据 它的数据的长度有400个 是spbm和anjolimg这两个url轮着写的 这是400个 单独有一个有200个 那现在 我要在这里面做一个简大的更改 也就是在这里面把我们的item进行一个编写 因为item的话它是一个字典 所以在这里面直接写一个字典定义 定义好之后 然后把item的某个字段写上 url等于 然后把它的内容加上 content然后返回 那这边就已经加上了我们的item item返回 item返回的话 它会进入到我们的管道文件 但是在这里我们是没有设置管道文件的 以及在我们的setting里面 也是默认没有设置管道文件的 管道文件在哪 在这默认是没有设置的 所以在这里面所有的item在我们经过这一行之后 丢到管道里文件里面全部会丢失 全部会丢失 那现在我们再来加一个 也就是从sqlpy的pipeline里面 设置它的一个管道文件 从sqlpy redis里面的管道文件 读取它的类来设置我们的item 从先来导入一下sqlpy redis 然后点pipeline import import这里面的话有一个是redis pipeline 这个redis pipeline 这是我们需要使用到的 只要把这个管道文件 在setting里面进行一个注册 然后所有的item进入到这里之后 它就会跟随它进入到我们的设置好的key里面去 首先先来设置一下 因为我们这里的话是用的cutting设体 所以在这里面进行一个使用 更改一下 把这里改成单引号 单引号 然后这边改成mail号 然后这下面改一个d号 好 这样写之后就导入成功了 但是这样导入的话 要让它如何工作呢 其实这里面还需要一个配置 在我们的沟处 查看一下它的声明 往下拉一下 在这里面 装设体里面 它有两个值 这两个 这两个值 这个值的话是设置item的一个key 还记得我们前面这一点吗 在这里设置了一个rediskey 这是读取url的时候 指定哪个key里面才有url 我这里设置的angiourl时 所以在我们设置item的时候 就是把item添加到数据里面的时候 也要给它设置一个key 这个key的名称 就在这里面 把这个给拿出来 这个这是key的名称 这里设置成angiourl item items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 也就是它的序列化 因为它在这里面 因为在这里面 我们是一个字典的格式 所以存到我们的redis里面去 它需要转换成支付串的类型 就需要一个序列化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要指明它的序列化的一个操作方式 在这里指明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json.domps 就是将我们的字典 转换成json的一个格式 就可以了 json的格式 可以直接存储在redis里面 好 那这里还有个小问题 就是往前面写的话 不小心留了个坑 在这里 json 它是只能把字符串进行转换 它不能把我们的content 也就字节 所以在这里面把content改成text text它是字符串的形式 所以这里面就已经改好了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一会儿我们再来测试 这是正常状态下的一个使用方式 我们直接来测试一下 然后再来把这三行给注释掉 我们再来测试一次 首先 先添加任务 看一下任务有没有 任务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好 我们先测试 没有我们的item的情况下 它是怎么工作的 注意看一下这个数据哈 我再重新导入 它是有400个url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再来执行我们的angel angel 直接执行 这里执行结束 因为我们已经把item进行了一个返回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content和url直接会在这里面进行个展示 全部展示出来 在这里面全部展示出来 但是进入到广道文件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 广道文件的启用 是一个都没有的 在这里面启用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启用 所以在这里面数据全部会丢失 现在看一下几个了 它停掉了 没了 一个都没了 好 那现在就一个都没了 那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个更改 做一个测试 也就是启用我们的广道文件 启用广道文件的话 在这里面这个爬虫也就是我们的分布式爬虫 它是不会自动停止的 没有任务 它会暂停 等待你添加任务 添加任务之后 它会继续执行 但是这里面我们更改了这里的代码 它不会自动重启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强行把它停掉 要强行的把它停止掉 好 停掉之后 这里已经有了 那我们再来添加一次任务 添加任务 再来刷新一下 还没哈 好 已经全部的添加好了 来看一下数据 400个全部回来了 好 那现在我们来执行我们的angel 来把它的所有的item 进行一个存储 放到redis里面 进行一个持久化的一个保存 Test个U21好像报错了 这里报错了 看一下在哪 Test个U21 TLPushAndroidU21 ItenTestU21 我启用的是哪一个 稍等我检查一下错误 拍不赖这里 暂停掉 我启用的是 我看一下任务还在不在 这里刚刚报错 没了 一个都没了 那这里报错的一个过程 我看一下在哪 ItenTestU21 我这里没启用你 哦不对 我这里没改过来 我这里没改过来 抱歉 我这里是这样的 我来说明一下 说明一下问题所在 因为我这个这一段代码 item这一段代码 是直接从这里复制过来的 直接复制过来的 所以说我在这里使用的时候 我把这里并没有改掉 并没有改掉 所以在这里进行一个修改 是 sqlp redis pipeline 这里改一下 然后是我们的 redis pipeline 这里进行一个修改 刚刚启用了 是启用了这个 pipeline 所以在这里面 它执行这个代码的话 它是报错的 因为我这里并没有出现 redis key task uil 并没有出现这个字 所以在这里面直接报错了 这里包错 那下面也就没有 没有添加 好 那现在我们再来测试一次 再来测试一次 目前看的话是没有数据的 我们只能一个个再来测试 先添加任务 400个 这两个 这两个的一个声明 是我们的redis pipeline 需要这两个字段 需要这两个字段 好 执行结束 来看一下 数据有了 400个 那现在再来测试 抓取它的一个内容 并且存到redis里面去 好 这里我并没有看到包错信息 这里都应该都正常 我再来刷新一下 它出现了items 这里面保存的 就是我之前写录的一个item 因为我的item 它是一个字典的形式 前面的url是它的一个值 后面的content 是它的一个内容 text 所以这里面都是有的 这两个值 它都有 好 已经停了 我们再刷新的话 url是空了 这里再刷新一次 只有一个了 这里的值对应的是多少个 只有18个好少 只有18个数据 来关闭 关闭来看一下 item的一个数量 58个 请求数量64 好像这个数量少了点 这个数量有点少 因为我们有400个 虽然是 只有两个url 但是我添加了400个 但是在这里面整个请求的话 只有64个 这里是400个 这里是400 是400个 它的对列 radist的一个对列 是400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 58个 难道确实只有58个吗 确实 卡了 数据的话 应该不只是58个的 我想到一个原因了 因为这个值的话 可能会覆盖 可能会覆盖 因为虽然我们的 html格式的话 会有一些空格的一些问题 但是这里面很有可能会覆盖掉 某些值 也就是可能会重复掉 这里58个是不同的一个数据 特别是这里 特别是text的这一部分 text这一部分很容易出错 好 那这里我就不再纠结了 有问题的话 可以自己多做调试 这个应该不会出错的 并且出现这种 只有两个url 重复添加的话 是不应该出现的 这种url在过滤阶段 就会直接被处理掉 好 那我们本节课程的 pipeline的学习就到这里了 只要启用了 redis的pipeline文件 直接将我们的item 存储到我们的redis的一个数据库里面去 好 那本节课程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